兄弟们 这个怎么往上弄啊 拽 拽 继续拽 好 车拽 上了拖车有点斜啊 现在拿挖机给他往正摆一摆 硬拉呀 总算是给救出来了 看看 看看我们马左大棉帽子戴着 硬是给拉出来了 有个问题啊 兄弟们 待会挖机出车的时候 事就来了 我要让大家看一看 我们是怎么来的 看这儿 兄弟们 给板车拖的 这是我们进来的时候 咔嚓一下 哎呀 给刚哥心疼坏了 这波 过了这个石头 我才能装车 才能装板车 要不然板车过不来 没办法 兄弟们 到这边又得卸车 这个洞子又过不去了 不但高度过不去 我估计这个拐弯都拐不过去 来 兄弟们 看这边 这大哥也不知道啥意思啊 看板车来了不走了 呵呵 这波板车又停下了 哎 没辙 卸车走 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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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得亏拉的是一台马鸡 再拉别的东西都走不了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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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过不去啊 还得拉一把 哎呀 呵呵 好了 好了 开始拉 保护拉 哦呦 八八响 直接给板车来个飘移 飘过来了 你看 呵呵 好了 咱们直接走掉 哦呦 还得挂 还得挂 兄弟们 看一看 容易吧 你说说这 来的时候好好回不去了 哎呀 我这个妈呀 太不易了 过了一个桥洞子折腾了快半小时了 这半天连土路都没走完 这个百佑马路都得走七八十公里 活也完了 天也黑了 给大家看一下 夕阳还是挺漂亮的 也不知道马总这单接的是多少钱 大家伙估计救援这么一下得多少钱 路程的话一来回估计在100公里左右 人也累了 肚子也饿了 哎呀 好了 兄弟们 先给大家更新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给我点个小赞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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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